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去年4月以来一个最低 那高点的话是在今年3月份的91% 那在风险升温之下呢 经理人转往增加防御性的一个资产配置 例如像医疗 保险 公用事业 那转出的是包含在商品 原物料跟新兴市场 能源等市场 那整个现金的配置比重呢 也提升到4.2% 整体看起来的话 经理人的一个资产配置开始变得比较保守 那在于对联准会政策预估的一个方面呢 超过6成的经理人认为 联准会将在9月份的FOMC会议 释出缩减购债的一个讯号 那多数的经理人认为2023年将启动升息 而在中国加大对网络平台监管并且扩及到补教产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也引发了整个市场疑虑 那让整个源自中国的新兴市场风险成为本次调查中最大的一个尾端风险 其次则是联准会缩减购债 那在放空中国股票的部分呢 则挤进了主要拥挤的交易之一 那目前整个市场都聚焦在整个Delta变种病毒的扩散 还有经济复苏的前景 通膨以及联准会政策的一个行动 在消息面多空交错的一个震荡期呢 建议可以增持美国的平衡型基金 获取收益并且降低投资组合的一个波动 另一方面呢 全球经济成长的动能渐渐的触顶 那未来复苏的步调将会因各国的一个防疫措施 及疫苗施打覆盖率而出现分歧 而在美国拜登政府积极推动基础建设法案 全球朝着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呢 将缔造基础建设等产业的一个长线题材 股市的布局建议兵分多路 以美股为核心 有未实现的获利 可以先做一次赎回的动作 那单笔进场的话 可以分批做买黑不买红的策略 另外定期定额也是整个策略的一个 操作的一个主轴 而目前东南亚的一个疫情恶化 封锁的措施升级 制造业的PMI指数呢 多数是下滑的 整个经济活动放缓 而在拉丁美洲通膨升温 巴西持续的升息 近期利率也维持了比较高的水位 整个资金的借贷成本上升 对整个巴西的经济复苏形成了质轴 那在整个油价涨势比较趋缓的情况之下 俄罗斯的通膨以及欧盟延长制裁俄罗斯 也使得制造业的PMI指数 连续两个月下滑到50之下 经济表现比较偏弱 而在疫情和通膨为新兴市场面临的两大逆风之下呢 也拖累了新兴市场的经济复苏速度 近期因为疫情导致封锁措施的上升 制造业PMI指数大幅下滑的东斜股市 表现是最为弱势 此外 过去新兴市场如果通膨过高 也多半伴随着外资减债 资金外流 以及货币贬值等风险 研判本次的一个波动 虽然不会像以往这样的严峻 通膨属于暂时性的表现 但是是否美国将启动QE缩表的一个前后 整个新兴市场的股市较多杂音 一跌难涨或者倚盘待变 整体新兴市场的股市压力是比较大的 而在美国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在9月23号的这个FOMC会议 基本上我们认为如果整个8月到9月10月的就业数据 持续的好转 而在整个8月26号全球央行年会的一个论调 与7月份的FOMC会议的一个声明相差无几的情况之下 在9月份10月份11月份联准会呢 将会不断的持续的对市场释出更多QE taper的一个细节 而最终宣布执行这个计划呢 会在今年的12月做宣布 而实施的起始日呢 会在明年的1月份 而缩减购债的速度呢 将以每个月缩减150亿美元 这边来做一个QE taper的一个操作 那整体来看的话 以目前只要整个美国QE taper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没有超乎市场的预期之外的情况之下呢 基本上美国股市仍然是持续维持多头的一个走势看待 但是也不要忘记 因为现在美股在相对高档 所以震荡波动难免 也会造成在期间的话 可能美股会有一个较大的一个蝙蝠 但是随着蝙蝠的一个到来呢 基本上也可以做逢低布局的一个操作 以占有整个长期股市多头循环的 这样一个获利的一个契机 那在欧洲的一个部分呢 受惠于整个这个防疫封锁措施的一个放缓 促使消费者支出的意愿增加 加上封锁期间累积的一个储蓄释出 德国第二季的经济成长超过了预期 整个德国第二季的GDP成长是高过于市场预估 那特别是在私人消费的部分 整体的一个成长也对GDP贡献了1.6个百分点 那另外储蓄率也下降到16.3个percent 不过因为整个Delta变种病毒跟供应链瓶颈的一个影响 德国8月份的这个IFO的商业景气指数呢 从7月的100.7降到99.4 连续两个月下跌并且低于预期 而对于未来6个月的商业预期指数呢 也从7月的101.2大跌到8月的97.5 同样也是低于预期哦 整体来看IFO表示呢 整个德国的一个商业景气指数再次下滑 制造业的供应链瓶颈呢 感染人数的上升担忧 都给德国的经济带来压力 因此欧洲股市的话 我们建议见好就收 如果有获利的情况之下呢 也建议可以先做一趟赎回哦 那在固定收益的一个部分呢 整个新兴市场在受惠于全球景气复苏 带动原物料行情哦 那在今年原物料跟油价的一个高涨 也带动新兴国家通膨上扬 土耳其巴西俄罗斯央行 都以升息来抑制通膨 以及获率贬值哦 不过虽然目前美债这个殖利率 已经自年内的高点下滑 但考量到今年下半年 美国经济重启 以及联准会后续会做紧缩的一个预期哦 根据高盛集团的预估哦 美国实质利率如果走深的话 对以当地货币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券呢 的负面影响会远大于以美元计价的主权债券哦 所以整体新兴市场债我们建议降低它的一个持有的一个水位 原则上我们还是认为高收益债 特别是短天期的高收益债会优于新兴市场债哦 所以有新兴市场债 持股过高的一个朋友呢 那也建议可以做适度的一个降水位的一个操作 而最后在外汇市场的部分哦 今年第二季以来呢 主要央行包含美国英国先后借由利率点证图 汇后声明透露了一个货币正常化的一个意图 反之呢 整个欧洲日本央行对于偏鸽派的货币政策和叙述 皆是美债相对于其他主要国家公债利差扩大的一个根基哦 而美元指数与美国未来12个月相较于九大工业国的经济预期指数呢 这个走势向来是异步异趋哦 在2017年的时候虽然一度有脱钩 但促成耳后更大的一个反弹的动能哦 因为当时启动了升息循环哦 现在的国际状况就犹如当年2017到2018年的时候 两条曲线现在虽然再度脱钩 但是可以预期将酝酿未来更大的一个趋势走升的动力 所以建议如果持有较多澳币南非币或者是人民币的投资人的话 可以适度的降低这些杂币的水位哦 而转换到美元为主的一个资产 以上是专家团队的分析报告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